再來有一個秘密武器 就是它 哇 你看到就是X工 但是呢 它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會讓控肉煮出來 會就是帶甜的部分 控肉會達到軟嫩 這就是我們家的秘密武器 英我的習慣 我的習慣 我會把三層肉放下去 為什麼 因為有肥的部分 所以我要把它煎成 有一點金黃焦焦的部分 冰糖加下来 中小火 慢慢的去熬它 然后把它加进来 大火快炒 炒料 蒜头下 葱段 一定要炒过 炒出葱香之后呢 把我们的猪肉拌炒 炒到香气都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先倒米酒 然后我们的锁盐 要淹没它 好 把它倒进来 锅盖 小火卤一个小时 锅盖焖三十分钟 我跟你讲 肥而不腻 非常Q弹的焢肉就好了 热定热烤 阿姆吃饭 今天要做啥 今天要把你们搞 热烤肉 热烤肉 想跟我学的 来 这会来喔 干什么 东西 嗨 大家好 今天要来介绍的是 我的 烤肉饭 很多人在敲碗说 烤肉饭到底怎么煮咧 来 今天 我来给你们搞 好不好 非常简单 非常easy版的 烤肉饭 那你就烂饭 就是烤肉饭 你贏咧 阿不勒 哈哈哈 要打断我 好不好 首先呢 我先教你们怎么选肉 你们去迪丁 再跟烤那个 头鸡 你就讲说 我的三层肉 我的三层肉我要中断 然后记得要带皮的位置 一定要带皮的位置 这样子煮出来 烤肉才会香 才会Q 才会弹 才会好吃 那记得 肉要几公分 你也可以把鸡蛋 头鸡说 三公分至四公分 乳出来控肉 才会非常的好吃 好 你问我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因为那是我的习惯 接下来呢 再来就是葱的部分 基本上 我们一般外面的 卖的青葱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一些基本的 就是比如说 我们的乳豆 因为有些人不喜欢吃大克的鸡蛋嘛 那就用鸟蛋的部分 还有葱姜 算是必备的 很多人会用孙瓜 可是孙瓜要泡过 我觉得很麻烦 所以你们就去市售买那种 贵竹笋 煮出来的控肉会有带的 孙奶甜味跟香气 还有米酒 去腥 再来有一个秘密武器 就是它 你看到的就是豆腐乳 但是呢 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会让控肉煮出来会 就是带甜的部分 控肉会达到软嫩 这就是我们家的秘密武器 那记得豆腐乳要怎么选 选甜酒酿的豆腐乳 会让我们卤出来控肉呢 会非常的甘甜甘甜 这个是我的秘密武器 很多人会问我说 那切控肉怎么切 我跟你讲 因为肉软软的怎么切 我跟你讲 很简单 刀子要够力 没有撇步 刀子够力就很好切 然后我们就把它切 你们要的大小 切完 这样就好了 我跟你讲 我要的就是大 大 我喜欢大 接下来我们就 汆烫它吧 然后我们姜 切姜片 切两三片就好了 然后直接丢下去 米酒打开来 这个会吧 我打不开 非常好 我打不开 然后倒一点米酒进来去腥 接下来等它滚 等它滚的过程中呢 我们来切葱段 因为我喜欢葱多一点 依个人喜好家 因为葱多一点呢 煮出来控肉会越香 不想要排蒜 你们可以用那个蒜酥也可以 蒜的数量呢 看你的心情 因为我喜欢蒜很多 所以我会拍很多 我今天心情 那是不错 你有看过这么会煮饭 有这么会做生意 最漂亮的 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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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捞出来之后呢 你们可以过凉水 好过凉水的用意是 我们要让肉紧缩 将里面的甜味锁在里面 我们把豬肉都放出来 锅子一定要先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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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上你的手心有一点 微微热热的 就代表锅已经热了 油就可以放了 依我的习惯 我的习惯 我会把三层肉放下去 为什么 因为有肥的部分 所以我妈 把它煎成 有点金黄焦焦的部分 中小火慢煸 把它煸到有点微焦 记得小心会喷 我们将里面呢 三层肉肥的部分 一部分的油脂 把它煸香煸出来 再利用它的猪油来炒糖色 猪油这样子慢慢再出来了 有看到吗 稍微这样焦焦 我们就把它盛出来 嗯 嗯 嗯 记得小心会喷 冰糖 加下来 中小火 慢慢的去熬它 冰糖炒到融化 你喜欢吃甜一点的 你的冰糖就多一点 炒到融化之后呢 加一点点水 小心会喷哦 记得要一般冻它 因为冰糖这个环节很重要 因为我们要让我们的猪肉上色 差不多啊 看个人感觉 你不要问我说什么是差不多 就是看个人的心情跟爱好 然后把它加进来 大火快炒 我们让猪肉慢慢的上色 这样有漂亮吗 你看这个 阿娘味 阿娘味 有看到吗 有看到吗 没有 没看到的 我好不容易今天那么专业的做 我们上色这样就差不多了 我们上色这样就差不多了 这样子的程度 我们就先可以把它起锅了 我们就先可以把它起锅了 你们以为这样就好了吗 妹喔 因为这个加了糖而已 然后我们先让它起锅 然后我们先让它起锅 用锅底呢 再加一点点油 炒料 蒜头下 葱段 一定要炒过 有些妈妈呢 你们葱都没有炒 直接放下去 这样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要把葱的味道呢 逼出来 炒出葱香之后呢 把我们的猪肉拌炒 炒到香气都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先倒米酒 然后我们的锁 要淹没它 然后加我们的酱油 大约半碗 看个人喜欢的咸度 然后酱油膏 一样三分之一就好 一样下锅 豆腐炉 记得要把它压碎 把它倒成泥 好 这个我们中作没看到 煮饭嘛难免嘛 对不对 好 这样把它倒进来 接下来按照你们的喜好 油豆腐 鸟蛋 咬咬 negative �hichu sceno 就这样都摞ẻ在味就好了 你的 şek 你要切也可以啦 不需要啦 我们的百分之一 放个两三个 油葱酥一个人喜欢 我就把它加一点 然后鲁包穩住进来 有沒有简单 加我们家的胡椒粒 一樣少許 看心情 五香粉 好 也是看心情 你不要問我要加多少我都是看心情 白胡椒 一樣看心情 接下來要幹嘛 等它滾 等它大火滾了 10分鐘再轉小火 我們把焢肉移到煞鍋裡面去 因為要小火慢煮可以再加一點酒或水 蓋鍋蓋 小火滷一個小時 鍋蓋燜30分鐘 我跟你講肥而不膩 非常Q彈的控罵就好了